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先知悦尔提醒他们的 那么先知悦尔他们都熟悉 悦尔的话 当看到有老年人见异象 少年人做异梦的 有这些超人的圣灵工作开始了 神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叫人知道求告主灵的时候告 这就是彼得讲道的引用的开头 他是利用了当时大家对这些门徒讲方言觉得惊养 大家聚集过来 彼得就指出你们不要因做我们这样来敬仰 第一个我们没有喝醉酒 彼得特别指出当时是什么时候 四初也就是上午九点 彼得的意思很清楚 喝醉酒的都是什么时候 晚上 现在早晨九点哪有喝醉酒的 所以首先我们不是喝醉酒 那么我们是什么呢 先知悦尔的话 圣灵的工作 圣灵为什么要工作 是因为要叫这些人表演表演吗 他们不是卖艺的 他们不是表现自己 约尔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圣灵的工作到了 莫迪求告主明的时候到了 那接下来我们都知道 要求告主明 谁是哪一位主 对不对 对啊 求告主明 求告主明 那我们求哪一位呢 这就是彼得讲道的时候 他把这个内容就结下去了 所以你看彼得那一篇讲章啊 真是逻辑非常清楚 圣灵充满 告诉人 求告主明的时候到了 求哪一位主 当然对犹太人来说 求的一定是有权威的 那就是大卫 但是大卫已经死了 今天要求的一定是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后裔那时候已经很多 而且在那时候大卫的后裔实际上 并没有在以色列人中间有很大的影响 在当时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人到处指望了米赛亚的来道 并不是大卫任何的后裔 彼得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一连举了三处圣经 都是四篇的话 就是指出 今天我们要求告的主 是哪一位呢 第一个 他一定是大卫的后裔 而且他是神要应许的 永远坐在宝座里 那么我们说 我们现在可以把圣经翻到 《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可以来看 在当时彼得在指出要求告主明 接下来他就转到了大卫的子孙 在大卫的子孙里面有很多 究竟是哪一位呢 那彼得第一个就指出 那永远坐宝座 在这个地方 就是没有 我们说 这个后面有提到他 我要叫他永远坐在这个你的宝座上 坐在他的宝座上 来 第三十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大卫提示先知 要晓得神将下家提示 要从他的用意中 以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其实在这个地方 那个他的宝座 这个他不一定是那么明显的就是指出大卫 这个他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那一个 就是指定的一个 就是坐在那个宝座上 那么往往就说 为什么我在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人以为神的应许就是大卫的后裔 要永远坐宝座 那么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说以色列国都不会是永远的 虽然在千年 今天以色列已经又复活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 其实并没有大卫的指身去做王 然后到了千年国度 有以色列国 他要成为列国之首 带领列国的人进白审 但是我们都知道千年国度是有限的 一千年以后 经过白色宝座的审判 进入新天新地 在那时候的情形 已经不再是我们今天的物质世界 大家一定要记住千年国度 还是物质世界 地上的人还继续活在肉身之内 我记得我有个弟兄姊妹有提到过 教会在那个时候 不属于地上任何的国家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中国信徒 将来大概我们又回中国去了 将来我们是直属主 和主一同作王 管理权地 今天就是我们说 在那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 在千年国度的时候 教会身体已经改变 你没有改变 你不能被提 你没有改变 你不会在空中与主见面 你如果不能在空中与主见面 你就是被撇下了 那就糟糕了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地上的人呢 还继续活在肉身之内 以色列人也是这样 他们是活在地上 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个 以色列亚书六十五章 在地上的人还是有死 对不对 百岁时的人算婴儿 那我们说 有死不管你是百岁时也好 多少事也好 有死就说明 你还是活在肉身之内 我们在那时候 就不再死了 因为我们已经 可以说和永恒结鬼 身体经过改变 地上的人还活在肉身之内 所以这个以色列国并不是永远的 神在这里讲 你有一个后裔永远做王的 这一个后裔应该就 并不是指着做以色列的王 他乃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给了他的那一个王 他是大魏的后裔 但是大魏又称他为主 那么像这一个情形 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提出来的 今天我们要求告的这位主 第一个 他一定是大魏的后裔 而这个后裔是永远做宝座的 这个宝座 其实并不一定是指着以色列的宝座 今天我们的主才是永远做宝座 地上任何君王没有永远做宝座的事 任何君王都希望能够永远做宝座 我们也知道任何的人 他离不开死 你去看彼得在这个 《使徒行判》第二章里面呢 五训节的那个奖章 圣灵工作开始 要求告主名的时候到 哪一位是该求告的主 大魏的后裔 他是永远做宝座的 而且 大魏称他为主 那如果是大魏的后裔 大魏不应该称他为主 但是大魏也称他为主 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里 弟兄姊妹就可以想到 彼得讲这些内容的时候 他是从哪里来的 从耶稣之界来的 当耶稣在世的时候 耶稣要说明自己就是基督 他用的是拿出经文 就是彼得讲的这些经文 对不对 就是彼得讲的这些经文 耶稣不是问那些法利塞人吗 今天 他是大魏的后裔 为什么大魏要称他为主呢 这些人无法回答 按照人的逻辑是无法回答 但是用在 唯有用在耶稣的身上 这些问题全都得到解答 耶稣按人看来 他是大魏的后裔 因为约瑟是大魏家族 然后 当然他永远做王 这个 以色列人不信的 当然他不接受 但是我很多都知道 他是神的独生子 他就是神 他是永远做王 他这个做王 他这个做王还不只是 在以色列国做王 以色列国只是其中的极小的一部分 他是天地宇宙幻物 也是神的国度 他做王 这是永远的王 大魏称他为主 因为他就是神 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 然后还有更重要的 彼得还提到了一点 这一个后裔 在大魏的诗篇里面 有很明确的指出来 不能被死拘禁 不批在阴间 今天就这么有没有说 什么叫不批在阴间 不批在阴间的意思 就是去了阴间 对不对 如果根本没有去阴间 没有什么批不批的问题 去了阴间 但是阴间不能把他拘留住 从另外一个说法 从死里不活 这是大魏在诗篇里面的话 所以彼得 接下来的这段话 当然我们说 彼得有他表达的 那一个层次和方法 那么我为了比较简单 给弟兄姊妹就指出 彼得指出的有三个 今天要求告的这一位 一定是大魏的子孙 大魏的子孙太多了 你去求哪一个呢 有些人根本你无法去求他 因为他自己本身 也已经潦倒不堪了 彼得在这里就指出了 这一个子孙不是一般的 第一个大魏还称他为主了 大魏自己是老祖宗 但是称他为主 第二他是做王了 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 我们都知道 就是今天以色列复国 也没有大魏子孙做王 对不对 现在他们的总统也不是大魏的子孙 不一定是 就是犹太人 他不一定都是大魏家的人 然后我们说 第三个更重要的 不被撇在阴间 也换句话就是说 去了阴间 但是他不被撇在那边的意思是什么 去了就可以来了 出来了 可以出来了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 阴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可怕 原因是什么 有去无回 去了能不能回来 凡是去了就不能回来 死了就不能复生 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彼得在这里就指出来 大魏的这一个子孙 我们要向他求告的 他是灵魂不被撇在阴间的 那么这一节圣经也是在 这个诗篇的里面 这个 彼得他有引用的 那这个大概是好像在诗篇第十六篇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十节 第十节 诗篇十六篇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你不畏你必要将我的灵魂也在阴间 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化 这是诗篇里面 彼得就指出 哪一个大魏的后裔 配成为我们求告的对象 你求别的没用 只有这一位 第一个大魏称他为主 说明他的地位 但是比大魏要高得多 虽然他是大魏的后裔 地位要比大魏的 第二个他是永远做王 大魏做过王不是永远的 任何以色列的王不是永远的 甚至于以色列国也不是永远的 但是这一位后裔 他做王是永远的 所以那个宝座 在中文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说是 这一个你的宝座 其实我们说是指着那一个宝座 那个什么宝座 永远的宝座 神的宝座 然后我们说还有一点 灵魂不被撇在阴间 这是更关键的一个问题 因为犹太人马上就明白 那是指着十二复活 从十里复活的 那么弟兄姊妹大家要记得五训节 耶稣复活了才多少天啊 也不过四十多天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当时我们都知道 耶路撒冷分分一论 因为耶稣的坟墓里面 等到开的时候里面是空的 那么耶稣明明埋葬在里面 那个尸体哪里去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 门徒说他不活了 今天他已经向我们显现 我们亲眼看过 亲眼见过亲手莫过 冰定他们的宣传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门徒来把他偷走 尽管这个事情不合逻辑 没有这么样的睡觉 我们都知道 那个如果你去过圣地 那个这个 可以知道那个坟墓的形状 是不是啊 那我们说在那个坟墓的前面 很大的一块石头 如果这么滚开了 你还没睡醒 这个太不像话 但是我们说 就像我刚才讲 事实那是耶稣的尸首不见 真相有两个 冰定讲的是给偷走了 他们偷到哪里去 我们不知道 门徒讲的他复活了 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真相 那么当然我们说 一个不信的人 可能他觉得冰定的话也有道理 哪里可能这个坟墓这个死人 哪里可能复活呢 人死不能复生 这个是每个人都懂得的道理 但是我们说 蒙徒就是主 作为耶稣他是复活的 而这是一个关键 今天正因为他是复活的主 我们可以向他求告 要不然的话你求告有什么价值 没有 他连自己都保不了自己 你还求他吗 今天我们说 彼得在这个地方 就用了这一个内容 对不对 你说彼得 他讲到事先没有准备 但是我们看见 他所引用的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 我想我们 刚才我是一路讲下来 谁是这位主 当求告得住 从大卫的诗篇上面的话 可以知道 灵魂不披在影尽 肉身也不见心怀 也就是经过死而复活的 当时耶稣的复活 真是耶路撒冷最日闷的话题 然后我们来看 接下来他继续引用诗篇的话 指出这不是指着大卫自己 大卫已经死了 墳墓也在这里 就是当你们去过了圣地了 你们就体会了 彼得当时讲这个话 因为我都知道 大卫的墳墓就在西安门的外面 对不对 离开那一个金门的那一个 进圣殿的那个地方也不很远 所以彼得在讲的时候 这些情形都在周围 大卫已经死了 墳墓也在这里了 当然不是讲大卫自己 而是指他的后裔 他的后裔很多 甚至于可能 这个大卫的后裔 讨饭了也不稀奇 但是我们说 这里面有一位后裔 那是那永远做宝座的 所以我们说 不是永远做大卫的宝座 因为永远做大卫的宝座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以色列国并不是永远的 但是我们说 永远做宝座的 我们都知道 那只有神才是永远做宝座的 然后我们说 诗篇十篇第一节也是 大卫称他为主 今天我们说 坐在神的右边 我想我们看一下 诗篇一百十篇第一节 每一个来见 这一位不但是大卫称他为主 他坐在哪里 神的右边 所以通过这几处经文一引用 就很清楚 彼得他讲到的逻辑和足迹 彼得到了这里 他已经引用了四处的神经 一开始从约尔书 接下来诗篇连注指了三次 那个弟兄姊妹我们说 这样的话 大卫的后裔有几个字 可能是我们可以求告的主 只有一个 而这一个 也是最近刚被你们所杀死的 他又不活了 那就是这一位耶稣 对不对 你看他这个讲道 很快就把那个主题集中到那个身上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彼得虽然他是在圣灵的感动下 能够那么样的 完整的把那一个 今天我们要求告的这位主就是耶稣基督 讲得那么清楚 但是我们也知道彼得他自己对这一个内容 并不是完全不知道 因为他是跟了耶稣 耶稣一定常有提到这些内容 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四十一到四十五节 我们把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我们在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问他们说 问他基督 你们的一见如何 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对他说 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说 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 怎么还称他为主 主对我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把你头底放在你的脚下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我想耶稣这段话 当时那些以色列人都回答不出 但是耶稣这段话很清楚 耶稣知道是指着谁 就指着他说 今天女友之妹 我们说 可以看到彼得这个讲章 他的依据和根源从哪里来 耶稣亲自的教导 彼得他用诗篇的话来证实 这一位该求告的主 不是别人 就是耶稣 他被你们定时在十字架上 他复活了 正印了圣经里面的话 他不能被死所拒击 不撇在人间 那么这一点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彼得首先就指出了 今天要讲道 让我们也可以明白 讲圣经 今天如果说你离开圣经 可能你讲很好的道理 但是这些只是人的道理 你要讲旧人的道理 讲圣经 圣经里面的教导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 彼得很清楚 今天圣灵的工作来了 这个目的不是让人看到圣灵工作有什么样的本领 讲话的方言的那些人有什么本领 而是提醒人求告主明的事物道 像哪一位求告 大卫后裔 哪一位后裔 第一个是大卫称他为主 第二个永远做宝座 第三个不被死所拘敬 耶稣在讲到他自己是基督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讲那些内容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彼得首先给我们的一个讲道的提醒 然后第二 讲道要讲什么 耶稣从死里复活 讲复活的道 生命的道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我们 这个 现在我们常常讲的十字架的道理 对 耶稣定十字架 这确实是救恩的一个很关键的重要的问题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讲的十字架 包括耶稣的定死和复活 并不是讲十字架只是指定死 没有复活 十字架只是一个伟大的事情 只有复活 那才是救恩的内容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 其实你去看初期教会 我们还会等一下我们就会看保罗的那一篇信息 也是讲这个问题 重点不在定死 重点是在复活 没有复活 定死的意义就掉了一半 今天对我们来说 耶稣的定死 他不仅仅只是为我们受苦 耶稣的定死 是替死代数 而这个替死代数 弟兄姊妹 如果不是从死里复活 没有胜过死 死 只望 他代数不了 因为我们都在死全之下 今天你不胜过死 死全是不会放你的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其实圣经里面这一方面的内容很多 只是往往我们对这方面的内容 没有那么样的注意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那个翻圣经的时候 那一个翻圣经的人 因为圣经不是一个人翻的 可能在这方面他没有这方面的认识 以至于这方面的经文 有的时候就翻译的并不那么样的明确 意思就并不那么样的明确 但彼得我们可以知道至少 当五训节那一天 彼得的讲道弟兄姊妹 如果我问大家 彼得讲道那一天的题目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讲道要题目对不对 彼得讲道的题目是什么 我想很清楚 死里复活的耶稣 或者我们说复活的基督 整个的这篇讲章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会看到重点就讲耶稣的父